同为大家介绍过不少神奇的公路 有美丽壮观的雅西高速 也有惊险刺激的死亡公路 但在中国的江西 还有一条被称为最美的水上公路 这条公路的起点是江西省九江永修县城 终点是千年古镇吴城镇 途径著名的鄱阳湖后娘保护区 最美水上公路就位于大湖尺段 到了每年的六七月份雨水丰沛 鄱阳湖水位就会随之上涨 中间有一段路就会被水淹没 只露出了公路两旁的白色桩子 星星点点仿佛是一串珍珠项链 蓝天和湖面融为一体 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 像极了千语千询里面的那条水中铁路 如梦如幻 才在里面大概到脚踝的样子 这时候是游玩的人最多的时候 很多人还会开着汽车经过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 仿佛就是行驶在湖面上 两边溅起的水花 给人的视觉体验相当震撼 渐渐的水位越涨越高 汽车肯定是不能通过了 这时候公路变成了一个码头 可谓是一举两得 在枯水区湖水落下 会露出来湿地和草舟 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天与水还有草舟的结合 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和壮丽 颇阳湖又被称为候鸟的天堂 每到冬天会有成群的候鸟 飞来这里越冬 这些候鸟中 有的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 跨越了半个地球 只为这份舒适 这条公路所带来的美景 完全是大自然的馈赠 设计者也是故意这样去设计的 当我们努力了去保护环境 保护候鸟七夕的地方时 大自然同样也会给予 我们最美的风景 怎么样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想去看看的呢 好了